顺跟腻 这个顺跟腻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手的动作跟身体的顺跟腻 我们先做起落的 起落就是顺的话 顺的话你先起 我们以前讲的 上礼拜讲的 起来肩落 肩落手起 我们先做顺的 顺的就是下去 身体跟手是同方向 好 起 落 起 落 起 它是顺的 虽然是顺的 可是手跟腿 它们自己 有它自己的重量 有它自己的起伏 所以这两个是平等的 知道了吗 手跟腿是平等的 所以你不要做的光是腿 光是腿 手没有 手一样是落 起 手一样是这个落 起 落 起 起的时候手肘稍微翻 翻一下子 感觉是浮 感觉是浮 手臂也是沉跟浮 好 来 落的时候 注意一下是坐 坐到胯 坐到胯 不要用跪的 好 来 落 注意肩 肩的松 跟胯的开合 落 沉到水里去 沉到水里去 然后浮上来 沉下去 浮起来 沉下去 浮起来 沉下去 沉就泣出 起来就泣入 坐 坐 起 坐 沉就泣入 虽然有没有 起 沉的 沉就泣入 宿沉 感谢观看 好 先这样子 先放下 然后来做腻的 腻的就是身体下去 手起来 身体下去 身体下去的时候 以间椎 间椎往下带 然后手 还是一样 手感觉是浮起来 所以 手往上 间椎往下 起来的时候 起来是相逆 也是一样相合的力量 腻的 身体下去 手起来 来 腻的 身体落成下去 手扶起来 身体扶起来 手落下去 起来 起来 手起来是气入 沉下去是气出 胜部 进行 起来 感谢 痤 — 门 — 门 — 风 腿要有起落 坐下腿弯 坐坐坐下去 然后起来 扶起来 坐下去 扶起来 扶起来 这是上下的起落的 身体跟手的关系 最基本的关系就是顺 顺跟腻 顺就是手跟身体是同方向的 腻就是手跟身体是反方向的 所以这两个 这两个基本的手跟身体 产生力量的关系 它们运动的关系 这两个要掌握的要准 掌握的要准确 好 我们现在左 现在 左脚在前 左脚在前 重心在后 我们来做前后的 好 手在胸 推 我们做推的 好 顺的 顺的 后面的胯推 后面的胯推 不要用膝盖推 后面的胯把身体撑起来 好 出去 顺 坐回来 肩椎往下拉 坐回来 胯推出去 坐回来 坐到胯 好 推出去的时候 后腿 后腿的膝盖 是往后的 后腿的膝盖是往后的 不要往前跪 不要往前跪 你掌握后腿膝盖往后 你的力量才会从胯起来 好 走 顺的 走 推 前膝不要过 前膝不要过脚 脚踝 坐 坐到胯 屁股坐到胯上面 推 四肢推完 手就停 所以手不要过 手不要走 走太远 四肢推完 手就停 回来 回来的时候 脊椎收 脊椎弯 脊椎弯曲 把手拉 拉回来 推 坐 脊椎弯 脊椎向后攻 好 脊椎直 脊椎弯 往后拉 回 好 回来的时候 这个臀 臀部 回来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臀 这个臀的方向 不要往这边 不要往后 臀的方向要往脚跟 所以你拉回来 所以你拉回来 你看你的这个力量 是往这边来 往这边下来 不要往后 是往下 那么动 好 来 坐 脊椎弯 膝盖往后 后腿膝往后 坐 推 坐 推 顺 顺 推 坐 脊椎弯 这是气入 气出 走 前腿的膝盖 也不要 也不要往前跪 前面的膝盖 虽然起来 可是膝盖的力量 也是要往后 前后腿的膝盖 都要往后拉 走 好 换 换 换脚 好 推出去 吸往后拉 坐 谢谢啊 好 喜欢 走 好 好 这个后腿 你们体会一下 有些大家的习惯是这样 要推出去的时候 这个膝盖的力量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上下的 一般在这样推的时候 膝盖的力量你是上下的 你们去试试看 膝盖的力量是 你要感觉要把膝盖往后面拉 往后面拉 所以出来一个这个力量 它出来的是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所以膝盖 膝盖没有承受这个压力 膝盖不承受这个压力 膝盖是做这个 要不懂 你们去试 你们去试这样的力量 这两个 这两个不太好分辨 但你要注意 你的力量是这样子的 还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还是这样子的 水平的 还是垂直的 我们膝盖的方向 要去做水平的动 水平的动 不要做垂直的动 所以你看 是这样 这样 这样子 好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换腿 我们来做腻 做腻的 腻的是什么 腻的就是手出去 脊椎往后 推出去是这个 推出去身体的时候 你的脊椎是往后 回来的时候 脊椎往前 胸往前 这个是吐 气劲 脊椎 你看脊椎是这样子的 相反的 手的动作跟脊椎动作是相反 然后回来的时候 脊椎往前 手往后 出去 脊椎往后 脊椎往后 往后弓 脊椎弹起来往前 吸气 吸气 呼气 吸气 脊椎往后 脊椎往前 好 真的很熱 我也要脫衣服